哎 大米 什么事啊 啊 我闯祸了 我没闯祸呀 什么 家里边人都为了我着急呢 招什么急啊 啊 你切菜时候把手丸给弄破了 哎呀 你怎么搞的呀 手没事吧 没事 我啥祸也没闯 啊 你放心吧 好好好 哎 这谁呢 这没事胡说八道呢 哎 你好 我赵刚子 我是赵刚子呀 这还能有假吗 我是赵刚子 啊 小徐传说我未对潜逃了 我到哪儿潜逃去呀 我有经费吗 我就潜逃 别听他瞎说啊 是吧 你这不知道谁没事 这吃饱撑得胡说八道呢 喂 说话 喂 电话拿错了 喂 哪位 啊 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 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 你哪位呀 小鹅贷款 你去一鞭子是吧你 这怎么呢 这谁也吃饱撑得 这造谣这是 杠啊 杠啊 啊 我都气毁了 王老千 你是不是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王叔 别生气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哎呀 杠啊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 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成船 王叔 你看你这话说的 有啥事你说 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你什么人 今天小区有人说你闯祸了 你知不知道 对呀 还说你什么要为罪浅头 对呀 为这事我媳妇手都弄破了 是不是 谁说的呀这是 你想知道吗 哦 救 US他 王老千 这事是你说的呀 来 你过来 我踹 什么玩意啊 你不是刚才说了吗 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都里能成船 你要真想踹的 你踹得后屁股两下行不行 你干 ventional 王楯崙流个个 momento 过来 把屁股去的 我踹一下 一居刑吧 我也是为你好 行了 你过来 王小切啊 你说你没事 你是吃饱了 你怎么的 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好啊 好你没事 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 我惹什么祸了我 大姑姑 你今天早上 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是啊 旁边有人看着吗 没人呢 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谁能证明 这老头不是你状的 哎呀 哎 不是 不是 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是他倒了 我把他扶起来 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送到医院 你给人留下姓名 电话 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医院让我留的呀 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 完了人医院说了 回到他家属来了 再把钱还给我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等你看着了 他还你钱 怪不得二姑 说你颜值挺高 智商为零 你选什么花质 胡说八道 那大姑父这是做好事 爷爷 你不仅颜值不高 智商为负数 这大伙说 我要有一点智商 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 啊 他 我这个颜值 能帝还不如我 你还不如能帝 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啥呀 黄鼠狼下号 一卧不如一卧 那也是人家的 你单说一个 黄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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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不心 别着急 别着急 关于下号子的事 咱以后再说 来来来 黄鼠你坐着 黄鼠你过来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担心我 怕我被别人给额上了 不是担心 你已经被人额上了 别胡说八道 不是 你们俩不信呢 大鼠 谁遇上这事不跑啊 不躲呀 你还往上冲 不是 我不冲怎么的呀 我这是做好事啊 我还告诉你 王老欠 我矫正不怕血歪 对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血 里边要是有沙子 割死你 正在那胡说八道 没事 别瞎说 不是 爷 大鼠 你们不信是不是 就不信 大鼠我让你看看 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还后果 爷爷 我求你点事 忙着你一下子 干什么 你躺着 我 从现在开始 你就好比是昏倒那老头 我就好比是你亲孙子 还好比是我亲孙子 我有你这样的孙子 我都算贝比 你知道吗 还好比 倒霉的玩意 知道吧 就为了结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合 行 你扶那个老头躺哪里边呢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行 咱老叔 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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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躺这 你躺那吧 我给他扶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那个床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 多凉啊 这接地气 后边 你抽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啊 哎呀我的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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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还没死啊 你别说话吧这 爷爷 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我 我没撞倒他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 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你瞎说 我爷爷这辈子 除了睡觉就没倒过 你一个月挣多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呢 挣三千块钱就敢扶老头 爷爷 你碰你哪个好家 三千块钱你别打鼓 五千起 放屁 你拿我当专业碰死的了是不是 爷爷你别说话 黄小千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的 那你那意思 五千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 像我这种挣三千的 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不是 那个大伙子 你现在挺我黑眼 你别管你这多钱 是不是你撞的 怎么是我撞他 他倒地上 我把他送医院去的 他自己倒地上的 他怎么倒的 怎么倒的 来 王叔你配合一下 你先躺一下 停 大家伙看着了吧 是他把我爷爷给撂倒的 拿钱吧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拿钱吧 你这不害人吗 这不算 王小千 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害人呐 我告诉你王小千 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倒地上不管 明白不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讹什么讹什么 人就得干点人该干的事 王叔你这咋的了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大姐夫 这种王怎么能改变着呢 我给我大姑娘宣伸说法呢 哎你王还宣伸说法啥 大姐夫快走 快跑了 等会儿一家属来了就跑不了了 哎呀你这孩子放心吧 家属来了也不能像王小千那么孙子 哎呀王叔我打听过了 他家是没孙子 但他有个女儿 有女儿怎么了 哎妈还有女儿咋的了 大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是不是啊 那我就继续献身说法 这 王叔 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你说这个味还贵我呢 你说你拿来拿来 你看这 哎呀你看这 谁把你装成真 是这样的呀 是谁把你扔到医院不管的呀 不是是这样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哥哥 哥哥 不是哎那个那谁你先松手 我我我我腿次用我我跟你说 你这 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 可现在你把他装成这样了 不是不是我把他装 我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怎么着你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娶我 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已经结婚了 明白不 大姑父 这事我替你扛 要鬼变子去 你家便宜是不是 要你什么事 你俩都鬼变子去 看热个闲事小是不是 干嘛 不用害怕 我还就不信了 做好事还做出错误来了 他们这都是假设 假如有人和你 怪死 我替你打 我替谁打怪死 爸 怎么了这是 咋了这是 别提了 咋了 我不是在这 社区喷泉下边那儿溜的吗 就看那个喷泉下边那水石子边 那有人在那咕咕喳喳的 我就过去看看热闹 结果看一个人在那旁边 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 他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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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顾看他了 我也没吃 我也哭啥 还吓得我就掉在池子里去了 就看上来这个人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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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人我知道 他有时候经常喝酒 他一喝多了就在那数数 多亏那水石子里没有多少水 哎呀 还得多亏这位姑娘 应该 是他把我给救上来的 哎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我爸 客气啥 谁看着这种事 都应该帮一把 不行 那我一个人好好感谢你 这样 你要实在想感谢我啊 就帮我找一个人 找谁啊 你们物业公司 我叫赵刚子的 那个 这位女士 你找她干啥呀 就是她把我爸送去医院的呀 所以我要来找她呀 你想干什么 从小我就失去了我的妈妈 只有我和我爸爸相依为命 我爸爸说了 以后嫁人 就要嫁这样的好人 也不知道 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如果她不嫌弃 我愿意嫁给她 那个 她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 我跟你说啊 小妹妹 赵刚子救你爸爸呢 是她应该做的 我告诉你 现在像这样的好人 非常多 回去告诉你爸爸 她不用谢 另外呢 你跟赵刚子在一起 不合适 她比你大多了 不会吧 我听说她没比我大多少呀 你看你这个人 怎么还不相信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她就是赵刚子 你带着我 啊 啊 呀呀 王主 王主 啊呀 啊 哦 啊 。 啊 啊 啊 谢谢观看